今天谈赌收 澳门今天中午公布2月的赌收 77亿澳门元比1月份增长了2.2% 但较到去年同期只是轻微增加6% 比去年12月也是少的 但因为有农历新年的因素 通常头两个月一起去看 就141亿 比去年头两个月计赌收少8% 但这个跌幅比2020或2019年的头两个月 已经是明显的收窄 而在疫情持续之下 其实澳门2月份的赌收表现 还有增长 赌股在下午走势有些飘忽 普遍之后慢慢升 唯独是澳博跌的 赌收的数字出到来 其实是不是都叫符合预期或者有些惊喜 而且起码人家那边不用什么都关闭 然后又说封城 照道理是的 因为内地其实还有零星的一些 我们叫做Omicron的个案在发生着的 所以大家对于澳门那个刚刚开关 叫做恢复了 可以有内地游客来到 有个赌收 那个憧憬就不是很高的 所以这次的数字来说 我见某些行的预期都叫做好过 所以见它回来那些 一种的豪赌股都叫做升回上来 当然你说数字上面来说 比较几年去比较 当然是差点了 但是由于那个预期实在都挺低的 而且刚刚近几段 澳门那些股份 其实有几只都跌下来 形成了一个大家觉得 都有一定直播空间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首选来说都是金沙和银沿 你看那个数字 譬如说为什么那只奥博不行呢 就是它很明显那个市占率就被人强了 所以就以这两只为首先 当澳门博彩数字来预测 就是慢慢地那个疫情都叫做控制到的话 他们那个倒收数字 或者甚至是有旅游收入那方面来说 预期都会好一点点的